嗨,大家中午 特别感谢昨天台湾朋友跟马来西亚朋友 还有一些海外华人朋友对我妈的关心 因为确实前天有一个台湾朋友 对我的冲击力真的比较大一下 我觉得真的蛮受感动的 而且昨天也确实对比了一些中国大陆的医疗体系 跟台湾的有所不同 之前有幸去台湾旅游的时候 在台湾医院感受到过台湾的医生跟护士 而且在我印象中 我能知道的台湾一些医生 就曾经有台北市长柯文哲 我知道他是一名外科医生 还知道就是曾经的台南市长赖清德 他是一个内科医生 而且在台湾社会的话 医生的地位在整个台湾的社会体系里边 相对来说排名是第一的 而且在社会里边社会威望比较高 这是我目前了解的 也是我比较羡慕的地方吧 另外很多人也知道像在台湾 我们很多大陆人去台湾旅游 曾经一段时间我们运用的是医疗美容 还有医疗这些 我们去那儿利用这个去那儿观光 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体验到了 台湾对于牙医牙科 以及全身体检 就是整体费用相对来说优惠很多 甚至有些朋友跟我说 就是说如果你是大陆人嫁到台湾的 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 整体相对来说费用的话 会比大陆要优惠很多很多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比较羡慕 台湾的医疗体系的这一方面 这里呢就是我们大陆医院里边的环境 因为是私立医院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环境也会相对来说更加安静一些 这里就是我每天消毒杀菌的地方 这是我们有个人的橱窗 可以放一些自己的东西 下面可以放一些自己的鞋 然后这里呢会放一些自己的物品 但是一般吃东西呢相对来说大家都会走廊在边 这个呢就是 来妈给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打招呼 你说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妈说的这个大陆的方言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 现在呢我要准备去吃一些早餐 没有吃饭了 这里每个地方都有消毒的 现在在医院待久了 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一直待这个耳朵会超级疼 有睡了 可别睡 脸大的员工 看这是超级难受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新店设备已经准备好了 我妈的吃的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插管 然后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她已经早餐没有吃 晚餐也没有 午餐也没有吃了 我们现在正在等着 从白天一直等到天 马上要黑了 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今天这一天真的是有一点点无难 至少让我催了两次 这个包是干什么的 这是我的医疗包 每天给我妈做完饭之后 需要用这个拉扫 这里今天给大家没有介绍吧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大陆里边的洗手间 这是做变 这个是放盆子的患者可以做到这个上边 这个就是我的托把 每天要打扫卫生 没有 基本上就这些 没有想到有很多之前台湾的老粉丝又关注我了 确实我之前的名字是之前的名字 然后现在呢是新的账号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来说的话台湾人真的让我蛮感动的 让我觉得很意外 就是还是那种瓶水相逢 我没有想到他会对我这个陌生人会伸出远助之手 我觉得挺刷新我三观的 本来就不认识的两个人会突然对你这么好 你内心你会有什么感受 对吧 有些会打一笔巨款 但是当我把这个视频发布到国际平台以及大陆一些平台之后 大陆的一些私密账号就说 哎呀又在舔台湾 又在说台湾人特别好了 又在舍弃自修物的话 我觉得哎 但是我发到这个平台 发到某数平台 大家都是理智点的 都说都说 曾经我去台湾玩 台湾人怎么帮我指路 台湾人帮我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我们看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因为我很大大部分 就是有些人能承认别人好 但是有些人有可能这一辈子只觉得自己好 而且这些人全部都是私密账号 我们的主治医师又不知道去哪里了 现在还在等他过来 看到了吗 医生办公室 看一下今天外面的天气吧 看一下今天外面的天气吧 白天等到了黑夜 哎 做错了 跟大家说个开心的事情 今天呢 我妈本来要做一个插管 然后我们从昨天晚上就做准备 昨天凌晨就不准吃东西了 然后从今天早上到中午 一直等到现在了 之后我妈就特别害怕 我跟她鼓励她 我说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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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到 还不用检测了 说看片说我妈表现特别好 然后说最近可以养一养了 不用再动了 我们一家超级开心 之后过妈做的饭 就狼吞苦咽的全部都吃完了 看来饥饿真的是让人会有很大的动力 现在晚上时间的北京 看到吗 大乌蒙蒙 我的手机拍的很差 最近苹果香气出问题了 我这个还是苹果14了 你看这个天 超级不好 这人身体能好吗 全部都是乌门 太差了 现在我们慢慢的往回走吧 我其实昨天夸台湾朋友 包括夸台湾医疗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在一些平台 我还在大陆某个平台发的时候 把你给我私密账号骂我那种的 但真的是实话 我觉得台湾的医疗真的是还保留着那种 医德老先生这个样子 我们大陆有些医生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曾经什么发红包才给你看病 对吧 然后他们永远之后就说 中国大陆人口多 没有办法把态度表现这么好 曾经有一段时间 其实台湾刚开始也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为什么台湾可以变得这么好 还是人民的监督舆论的监督 包括我们很多人去那个日本 你去看他的医院了 看人家的银行都是这样 对人民真的很好 很好的 但是你知道在我们中国大陆 你不管得什么疾病 我们到医院就是个孙子 我们不敢说话 我们虽然害怕我们说错一句话 会招惹人家护士生气 招惹人家医生生气 关键是我们掏钱了 对吧 你说这种心态真的是很难以由转 甚至是有些人跟那个商人像勾结 还有些人说 你肯定在中国大陆没有医保 你肯定在中国大陆没有保险 有点意识的人 你查一查 中国大陆的有些保险 你能相信吗 有些医保 你说我们都有医保 有的东西就不给你保 关键这种行业就不给你保 每年你一向得白血病了 当然得癌症的 没几百万 大家真的是 你花不下来 但是你说有几个都是有钱人 有几个都是那种富二代官二代 没有 所以大家得这个病之后 都很绝望 为什么那天我在平台里边发 其实前段时间很多人想要旅游 我去玩一些 确实我之前有些具体 我们家庭有房子有车那种 但是一旦得病之后 你房子你不卖吗 你车不卖吗 你难道通过借别人的钱 你去维持你的生命去 然后别人的钱就不是钱 肯定是先花自己的吧 对吧 所以说作为大陆人来说 我觉得 我既羡慕台湾特别健全的医疗 对老百姓来说 他不在乎生病的那个费用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 台湾人的善良 我就希望大家 把这种善良 传播到整个世界去 虽然这是北京郊区里边 你看这种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像不像台湾的眷村 像不像中国大陆某个年代的时候 你也说不清是哪个年代 就很好 很有感觉